我們就來歡迎現在大陸非常火紅的邱澤 還有小姿女孩代表柯佳彥 麻煩 大家好 歡迎 我聚會女子搭配喔 謝謝老師 鼓掌 慢動說一下 好 我們先進行訪問2.3的拍照的時間喔 好 我們請來歡迎邱澤還有跟阿彥兩位聚男朋友組合物 真的是危機部戲 加分很多 想問一下就是 邱澤 哇 這一次是從那個 整個就是佛變兩岸三地 那這一次跟阿彥合作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我們是這樣的人默契的越來越好 一開始其實磨合滿足的 因為這不是老文的喜劇 然後需要用節奏一點點 但是一開始有點抓不太大對方的節奏 但最近不好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好 那剛剛因為我有賣關子喔 什麼是小姿女孩上前衆 我一直不想跟大家解釋 因為我想要讓佳彥來跟大家解釋說 什麼是小姿女孩啊佳彥 跟大家說一下 好小姿女孩就是她大概就是大學畢業之後進入職場 可能四到五年左右 然後她有一筆小小的積蓄 然後固定的收入 她懂得善待自己懂得職場的生存之道 然後她會在有限的能力範圍裡面 她還是會堅持就是一定的生活品質 還是懂得享受的這樣的餘生 那你覺得這個小姿這個名詞跟你像不像 你覺得服不服得你本人 我覺得還蠻像的啊 因為之前我們做活動啊 有做過那種小姿指數的測驗 我每一次分數都很高 題目都不太一樣 可是每一次的那個指數都很高 嗯 OK 而且呢剛剛其實賣了關子喔 其實他們其實秋澤運科大葉呢 在裡面有一些 欸比較清熱 還是有一點小誤會的戲 有洗澡的戲喔 大家期不期待 應該很期待了吧 要不要台台那時候的感覺 是不是保護措施要做得很好這樣 那場戲就是 就是 因為她住在我的樓下 然後那場戲是我正在洗澡 然後她就是不小心闖進來這樣子 然後 就是喝醉 對 然後 不以為她不在 然後我也想洗澡 然後就進來 然後她剛好在洗澡 嗯 所以我在洗澡 對 那在開場戲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很緊張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 有一段長時間在工作了 然後 其實大部分現場的人 眼神都已經是濕膠的狀態 然後 已經就是半半這樣 然後大概為好戲之後 機器加好 因為裡面的那個徹底空間蠻小 機器也不好下 然後只能單邊的對跳 但是我們還是有 有把節奏先 對到很準之後 才開始拍 而且啊 剛剛修哲說 這一部機器有點喜劇 有點搞笑 可是修哲看起來就是 欸 就是帥哥 美男子這樣 要搞笑 是不是對你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不會吧 我覺得不會 就是 熟了之後發現 其實她還蠻 蠻好笑 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很多場戲我們在排的時候 她也會不小心就是 越加越多東西 越玩越開心 對 後來我們就是 比較抓得到對方的 因為我覺得 喜劇最怕的就是 只有自己覺得好笑 然後看的人覺得不好笑 對 就是最尷尬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玩得很難 但事實上旁邊都超人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個太多了 那時候我們自己來笑 然後就會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然後後來 導演會不會卡起來 對 導演會試騎的 自己講太多了 那導演有時候也是會 然後就看來可以 對 看來可以再多玩些什麼東西 希望讓我們內容更豐富一點 哇 這部戲一定非常值得令人期待喔 好 謝謝